1886年 美国的药剂师约翰彭伯顿 发明了一种奇特的糖浆 他含有提升洗脑的骨科液和可拉果 可以治疗神经衰弱和头痛 以五分钱一杯的价格 兑水对外销售 一次偶然的机会 药店的伙计不小心将苏打水 兑水对进了糖浆中 并且加了冰块给客人喝 结果客人喝后暂不绝口 彭伯顿的会计给这款饮料 起了个响亮的名字 叫可口可乐 1888年 彭伯顿把可口可乐的秘方 卖给了一个叫阿萨·坎德勒的商人 坎德勒十分擅长于商场经营 他觉得 如果这种饮料 只是定位于药用在药房售卖 那他的消费者 只能局限于病人群体 如果将它定位于大众化的软饮料 人人都能喝 何愁打不开销路呢 于是 在坎德勒的带领下 可口可乐逐渐走出了药房 成了街头巷尾中 人们熟悉的一种 冰爽提神的饮品 到了1923年 罗伯特·伍德鲁夫 成为了可口可乐公司的CEO 正是由于他 可口可乐才得以卖出国门 扬名世界 1941年 珍珠港事件爆发 美国随后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让一筹莫展的伍德鲁夫 想到一个绝妙的点子 如果在外作战的美国士兵 都能喝上可口可乐 那且不是成了海外市场的活广告了吗 这一决策 使得公司大获成功 可口可乐成功走向了世界 无论美国大兵走到哪里 他的广告也就影响到哪里 短短两三年时间 均用可口可乐的消费量 就高达50亿瓶 其实 在可口可乐走向全世界的过程中 广告宣传绝对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除此之外 他还积极赞助奥运会 将其推崇的欢乐活力两大品牌精神 通过体育运动发挥出来 适应各国市场 融入当地的传统文化 推出本土化的广告和产品包装 现在 可口可乐不仅是大众公认的一种好喝的饮料 更成为消费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很多人用它来洗发 去自 以及做烧菜的调料等等 其实 在1960年之前 公司主要经营单一的可口可乐品牌 从60年代开始 公司开始了品牌线的广泛延展 于是逐渐有了 芬达 美之园 学币等新生的品牌 1982年 公司推出了建议可口可乐 成为销量世界第一的低热量汽水饮料 但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逐步提升 碳酸饮料行业也呈现了明显的衰退形式 据相关资料显示 美国的碳酸饮料销售已经连续12年下跌 对此 可口可乐也做出了很多创新 来应对变换的消费市场 如推出小瓶和小罐的包装 满足不同人的需求 上架灵堂可乐 让消费者对含糖量有更直观的认知 丰富可乐口味 推出樱桃 姜丝 大蒜 香草等口味 挑战消费者的未来